这里还有一个调映设备 它的阎光 它的阎光 哇 六楼是手术室啊 去不去啊 这是四楼 哇 这什么味道 哇 这里还有一个调映设备 它的阎光 它的阎光 这是一个平时用来开会的一个地方 话筒也有 大桌子主席台嘛 这是主持人 带着带着的地方 手术室好像是在这个楼里边 这么多衣服啊 哇 这外边也这么多衣服 有人没得 啊 这门后边有个衣服 吓我一跳 有人在吗 主任办公室 进不进了 这冷不定还能吓一跳呢 这里好像是桌上铺了 看这下边 这下边是干嘛的呀 这里是病房了 这个应该不是VMP房 这是普通的标间吧 电视已经拆下来了 这里边是有三座床 这个是治疗室啊 可这治疗室里边 这么多药品 改为搬走的挺匆忙 这里边好多东西都没带走 这里是护士工作的地方 它有个大电视呢 有个红色的电话 这么多的暖水瓶啊 这都堆在楼道里边 看我去真的是 还挺渗的活 哇 一股风吹过来 哎呀 这个里边 有这么多的 龙椅啊 这龙椅都对称山了 地上有简易的那个 担架 这还有担架没有拆出来呢 那我不行是什么设备要 全都在这儿是真的 说实话 我一个人在这里边 那是有点慌呀 这个时候如果说要是手电 要是搭的没电了 或者说怎么的 我也弄不清我会发生什么事 或者说做出什么举动 这里看着好像还是一个会议室呢 中途开会的地方 有人没得 咱们这是又到了一个楼 咱们现在是在四楼 哇 六楼是手术室啊 去不去啊 妇展科已经被咱们落下了 咱们就直蹦六楼吧 我五楼啊 这里就是六楼啊 然后我记得之前很多人都是说什么提前踩点啊 身后跟着一堆团队啊什么的 在这里给你们大家看一下啊 没有团队 而且这个医院是晚上到这儿直接来的 来一天没有来过 这个手术室你们是第一次看 对于我来说 我也是第一次进去 工作人员通道 哇 这是手术室啊 这是全自动的 这没法进去吧 这就有点扯了个 推拉门 这咋劲啊